- 台湾的开源社群 - 台湾的开源社群 - 开源社群 - 好 所以这张图 我们就是希望 跟厂商合作的时候 透过APC那边 这位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 帅气男生叫罗维 就学时期 长期关注台湾剧林密社群 累积了非常多的社群贴纸 更一头栽进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 我们这里 其实一开始是支援 台湾的开源社群的 但其实我们做的是很多 可以说是政治和科技的交叉点 包括我们做的是数位人选的 或者是开放政府开放资料 相关的议题都是有 这是罗维在台湾第一份正式工作 他与这群年轻的伙伴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都深具使命感 希望借他们的努力 让更多人认识开放原始码 简单来讲就是 其实像大家的手机里面 都有一个台北等公车的APP 那其实那个公车资讯 其实也是因为政府愿意 把公车的data open data出来 那民间或者是想要做这个软体 开发的人就可以去串这个资料 然后进而去发展出各种不同的APP 然后让大家在不同地方使用 我们在这里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让大家理解到 其实这些主题离我们没有那么远 然后像是所有的隐私 或者就是政府的资料 是否能让公民用到 其实虽然听起来很技术性 但也是蛮生活的 也是蛮大家应该关注的议题 有外国的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可以帮我们一起 跟国外一起做一些联系 联络的管道 那甚至更早之前 他们做的是采访 会把一些国外的消息带进台湾 挪威与这些默默的耕耘 隐身在键盘上的社群伙伴 很邀请更多有志志士加入 透过网络协作与数位革新 与更多国际社群交流 让世界看见台湾